喜欢玩各种3A大作 又要经常跑来跑去 做不到电脑跟前 掌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纵观掌机的发展历史 便利性是它的首要条件 而作为PC掌机 怎么样才能在这么小巧便利的情况下 塞进去PC端那么多东西呢 GPD Win Mini就给了很好的答案 这款GPD Win Mini掌机延续了Win2的设计风格 体积却比Win Max 2缩小了一倍 话说GPD一家真的是一贯的黑色金属风格 什么时候出个联名款那是再好不过了 整体重量呢 我这里实际称的是530克 拿在手里还是比较轻的 打开翻盖 最大开盒角度可以达到168度 两侧设计了防滑纹 整体手持感觉不错 尤其手柄按键位置 连我这样手小的人都能全方位按出到 虽然小热感是下沉式的设计 但它不会很挡手 按键摇杆之间切换 很快很快啊 很快啊 然后上来就是 一个左正灯 一个右边腿 一个左刺拳 扳机键L2 R2是熟悉的感觉 C面游戏手柄位置下方 还新增了L4 R4可编程红按键 红玩家的嘴角翘得比AK还满压 中间还放了个不可按压的触控板 最多支持四指 精细度还是不错的 C面下半部分是小键盘区域 有强弱两挡背光 雅光磨砂锅仔片按键 全键盘 适合双手大拇指打字 由于它小体积 甚至可以装兜 D面是可以安装装用握把 位置看得出有精心调整过的 不过要小心安装的时候 大力出奇迹 握持感可以 建议适当增加一点 不突出的仿华纹 顺便一提屏幕为70寸 使用了第六代康宁大吸行玻璃 LTPS技术 制造更高方便率和精度的屏幕 080分辨率 支持60Hz和120Hz刷新率 亮度达到500nit 综合来看已经很不错了 在插口上这么小的体积也不含糊 最亮眼的是有Macro SD卡槽 Oaklink接口 这个接口支持连接GPD G1前卡屋 直连PCIE 还有耳机麦克风二合一接口 手柄鼠标切换键 一个全功能Type-C 一个USB4的Type-C 一个复位孔 虽然少了些插口 但主要的都在 再不然还有自家无敌外设 G1前卡屋 GPD Winmini搭载是AMD锐龙7 7840U 4nm制程工艺 8核16线程 话不多说 跑个分 最终结果是2545 既然是PC掌机 游戏是比不可少的 那咱们先来原神启动 启动了一会儿 帧率是稳定在60帧 接下来上Steam 低频线5启动 平均帧率是75 在永结无线里 平均帧率是45 测试下来游戏运行还是非常流畅稳定的 咱们再使用Okenlink连接GPD G1显卡屋 看一下游戏表现 这瓶线5 平均帧率是120 永结无线 平均帧率是59 这一套下来 杠杠的 能把PC掌机做成超级无敌明理电脑 可以说GPD这是独一份 当然也可能我的眼界太小了 不知道有其他的产品 仅为个人观点 有错误遗漏 可以评论区或者弹幕指出 这款GPD微迷你 反正我现在是非常喜欢 带出去不仅可以打打三爷游戏 还能处理一点公式 或者看看视频 主要是它便携还很全能 核显也相当给力 当然在网上优化优化更开心 好了 你们对这款GPD微迷你怎么看呢 发表你的想法到评论区或者弹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里学鱼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